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哲哥 最近常规赛结束之后 许多选手都开始了直播 包括AG仓会的艾斯 而且他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来到AG仓会的前因后果 这段缘分堪称奇妙 奶茶居然还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早期艾斯还在RW侠 ID叫做杜饿和杜男杜杰属于一个系列的 一个赛季的替补让艾斯产生了转会的想法 打完试惯之后 他就和俱乐部商量决定转会 RW侠俱乐部也同意了艾斯的转会请求 还让他开始去视讯 当时第一个视讯的俱乐部就是VG 艾斯回忆说 当时去VG视讯的时候非常匆忙 刚到VG俱乐部马上就开始视讯 摸着手机就上号 改完设置就开打 前面两三盘打得还不错 不过后面几盘就炸裂了 VG也就给艾斯这么一次视讯的机会 打完之后 VG的教练还找他说了一番话 当时的VG教练就是现在Estar备受争议的奶茶 看过那时的VG都知道 他带VG的惩戒也有点惨不忍睹 奶茶对艾斯具体说了什么 艾斯不愿透露 但网友们都猜测 肯定不是什么太好听的话 因为艾斯直言当时自己非常生气 最后VG俱乐部也没有要他 觉得他打得太菜了 后来买了GK转会过去的胖盾 艾斯无奈回到了俱乐部 刚好遇到了RW侠俱乐部放假 之前因为打试惯 俱乐部已经很久没放假了 于是艾斯买了一张票想回家 买的还是头等长 他记得那时只要1000块钱 因为是非常早的一班 艾斯说到自己想回家吃 南充米粉和过亏 正当行李收拾好之后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角打给了艾斯一个电话 他说既然已经想好了要转会 那就坚持视讯下去 但就没有假期了 你如果想放假 那肯定转不了会 张角原本也在RW侠 但试惯结束之后 辞职来到了AG超会 艾斯回忆 当时张角直接给了自己一个地址 让他过去 艾斯也很听话 坐了两个小时车 到了张角说的地点 又开始失讯 这次他失讯的队伍 就是马上要回归KPL的AG超会 艾斯透露自己当时的状态贼猛 原因是去VG失讯没通过 还被奶茶谈了一番话 心中的怒火无处发泄 所以去AG失讯时 逮住谁就打谁 猛的一批 当时根本就不是保护性辅助 而是疯狂的进攻 也没想过保什么伊诺 他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最后也因为表现出色 通过了AG的失讯 不过一开始 艾斯还不知道自己通过了失讯 他想着放假 因为之前太久没放假了 于是他就问管理人员 还要失讯多久 后面还要不要去打 没成想等到的回复是 你就打得开赛吧 当时自己心里就是三个问号 并感叹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如果没有当初的VG之行 也不可能在AG失讯时爆发出状态 其实要说艾斯跟AG的缘分奇妙 更确切的还是 张角教练是一位识别真千里马的伯乐 事实也证明 AG回归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功不可没 对此小伯们认为 艾斯的指挥能力 在KPL能排第几能 可以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